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无形都在九法界之内 不知道别人的道场 我们道场是发了大悲心 慈悲一切众生 常常做大功情 为无形归一 所以说每场法会呢 都有无量无边的无形众生 在听经文法 真实不虚 不是假的 说护马神不让进 这个话说的不准确 说只要你来了 只要有缘的众生 都能进来 要是没缘众生 凡夫又不到 他的众生就不一定能来 为什么我们说 你亲临现场听课 和这个看光碟是有差别的 在现场来的时候呢 第一 你的无形众生 能让你带进来听经文法 第二呢 我们常常要为无形做皈依 如果你不亲临现场 就没有这种优势 说护马神党在外面 不准确 就是党于不党 实际上是不关我们的事 你说鬼神在与不在 我们都不要忧劳这件事 就是鬼神在呢 我们也要欢喜 因为同是佛的众生 佛都要多 他是平稳慈悲 佛在讲法的时候呢 看经书的人都知道 佛在道立天 为母讲法 一切鬼神 而人非人的 都要受佛教卦 我们看见的太少 我们看不见的众生 无量无边 所以老法师说的对 说护法神能挡在外面 这个话也对也不对 是挡谁不挡谁 其实真正的正法道场 护法神也是很自卑的 他如果要是无缘无故的挡 他也是待业的 但是魔肯定一进的就费点劲 鬼神冤亲在主啊 都在 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 一小时一休息 也是难免让你碰到无形众生 你来回他穿来穿去 无形众生也在听法 你碰到他以后 难免你会结怨 确实在啊 鬼神无形的都在 不是不在 不然的话 佛怎么去度化这九法界呢 哎 其实看经典的人都知道啊 一切众生 佛在龙宫讲法 在各个地方讲法 都是有形无形解度的 但是告诉居士们 不要因为道场里有鬼神 你就担心就如何 其实哪一个道场都应该有的 都应该有 因为有形无形 佛解度啊 他是平等慈悲 一切众生 这个不要担心 谁来 你都要生大悲心 不来你还要恭亲啊 我的冤心在主 六亲卷说 随我来道场 听经文法 是这样 我们恭请 就是这么恭请的 啊 谁说的对呢 拿智慧变呢 啊 说的就对 有位同修 他过去常来我们道场 听经文 听法 由于 由于突然病故 刚去世一个月 骨灰在天和园 他的灵魂 还能来我们道场 听法吗 对于这样的事 我们应该怎么办最好 这件事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 按我们道场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的常水众 去世以后 只要我们知道 我们会为他助援呢 但是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招呼 你的常水众已经病故 没有人说我们不知道 哎 如果有人说呢 我们会带请他的名号 恭请他的冤亲在主 以及王者 来我们道场 听经文法 这样的就说不准 他能否来 他受业力的感召 去了哪里 这就不知道 哎 说怎么办呢 既然您能提这条啊 恭请的时候 您就提他以下名号 让他来道场 听经文法 如果不超七几日内 我想他应该能来 因为这是善愿的召唤 大悲心的召唤 应该也会慈悲这件事 但是不知道啊 其实我们道场的常水众呢 我们是为他助援的 需要我们送往生呢 我们为他送往生 但不是常水众 我们不送 告诉大家 因为这一块啊 在后期我们讲 如何参加助念往生的时候 我们要仔仔细细给大家讲 为什么不是常水众 我们不予助念 有很多法在里面 你们不能依我们说的 拆毁业障 又不知道断恶修善 迷惑颠倒 谁送都枉然 我们送也枉然 所以不入道场的 不是常水众的 我们是不送往生的 不住这个园 不是我们不慈悲啊 因为你没依这个教法修行 怕你待业 我们白忙活呀 跟我们泪够呛的 不休雾眠的 结果你没受益 为啥你太业障深重 我们住的园很吃力 这个就不行 所以这一句是啊 一会儿啊 我们要为无形做皈依 把这名号给我送上来吧 送来以后一会儿 带气请 带气请一下啊 这个现象我们不知道啊 张老师您好 我把仙堂送了 我的病情美好 有的居士说 送来也得下地狱 这是真的吗 请开始 我的家人给别人做替身 好不好 还有房子等等 没看光的呀 还迷惑颠倒呢 是吧 我上午讲的 跟你这个问题比较接近 你送走了仙 说明你断饿 但是不等于你送仙以前 所造的业就消失 能听懂吧 你仙虽然送走了 但是你待仙期间 所造的种种业力 必然会现钱啊 你要来承受你的果报 学会忏悔了眼 学会开示你的冤情在主 您是这么讲的 我把仙儿送走了 我的病就应该好 是吧 对呀 不是这样 看光碟呀 居士们 先期呀 已经讲到很多 若不看 你是跟不上的 你偶尔就来上这么一堂课 你只能听到这一段 家头去尾了 嫌接不上 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跟大家讲 看光碟呀 慈悲每一个纵生啊 让你们得法才能修行啊 哎 堂堂说 就是我的家人给别人做替身 好不好 不好啊 做房子 半夜深重啊 赶紧停啊 你们家第一是做仙儿吧 第二是不是要卖这个 什么殡葬用品的 别做了 这个前途好正 因为纵生迷惑颠倒 他们要买 因为你做他才买 这个钱财 都是净财应该 迷惑颠倒的钱财 能不做呀 你就不做吧 说那我不做 我吃不上饭 你干别的 我又不干 我也没办法 你要问我 我就告诉你不做 宁可这个钱我不挣啊 挣别的钱啊 什么样的钱 都可以让你养身啊 有罪业的钱 挣来也不好花 身心的不自在 不挣这种钱 就叫断饿呀 做替身不好啊 因为迷惑颠倒的人 才做替身啊 才买替身 我们每一个人 都从自我去断饿 卖的我不卖 买的我不买 做的我不做 要减少多少的 罪恶的环节 你说那我不做 别人还做呢 那也就是说 下地狱你不去 他你不下 他还下呢 你能不能这么别 对呀 那时候我不卖 别人卖呢 那地狱就他们创造的 竟干着颠倒的事 能不下去吗 你就想 现在我不做了 下地狱没我份 要这么讲的 每一个人 做每一件事 都要想因想果 然后你再做 缺了因果这俩字啊 啥你也不会做 做凡夫都不对 咱别说修行 因为你不知道善恶啊 不知道果报啊 做了还被因果啊 所以这件事 不要做了啊 赶紧停 我不停 不停就你的事啊 停了吧 给你法了 遇到散知识了 要会受用啊 赵老师你好 我代为居士请法 有的家老人已过 然后把骨灰 放在骨灰盒里 后又把骨灰盒放在棺材里 也就是说 鱼具骨灰 有小房子 大房子 大房子 套小房子 请老师开示 如果不好 应该怎样解决 这样的情况也很多 谢谢 阿弥陀佛 嗯 不是一般的不好 确实不好 也就是说 一个人 他总不能睡 俩房子套起来 哎 怎么办呢 赶紧拿出来 两个房子啊 你选一个吧 要么你要喜欢大的 你就给他 给他个大的 你要喜欢小的呢 你就给他个小的 你别俩都给他 他王者来 他不贪 你还教他贪呢 这不行吧 是不是你给他个大的 给他个小的 不是这样的啊 谁做了 真的有碍风水啊 老师会讲啥 我啥都会讲 讲风水 没问题啊 真的有碍风水 谁做了 赶紧把这件事处理 两个只能给一个啊 你喜欢给他哪个 你就给他哪个 你说他做小的 太憋屈 我想给他个大的 那你就把那小的 扔他 给他个大的 你要说这大的呀 太不时髦 太大了 这小的多漂亮啊 那你就给他个小的 把哪个都好 把这两个放一块不好 这个必须得知道啊 没有这么障 没有这么入葬了 有碍风水啊 有碍风水啊 阴阳都不顺了 没有俩螺一块的啊 说真的 这是第一 第二啊 正经从风水上说 对活着的人不好 确实不好 有碍的风水啊 你活着的人要不太平啊 那两个弯子套一块了 你干啥呀 那边着急呀 闲一个呢嘛 有的意思哦 就相当于 已经死了一个人 埋起来了 然后呢 你就挖那个坑 在那摆着 干啥等下一个人 快点去呗 确实啊 太有碍风水 谁这么做的 你赶紧解决 我就教给你 这么两种解决方式 所以啊 我们说 问我比问大仙好啊 你看我还不收钱 我给你指那条路啊 很清静 很洁净啊 就这么简单 去了以后啊 你还得跟人王者说 对不起呢 无论你葬了什么人 你跟人家去打个问讯吧 真的对不起 我凡夫纵生 迷惑颠倒啊 总心让您多得点 没想到 这种方式错了 你呀 就要一个吧 你别要俩了 我都错了 你也错了 赶紧拿出来一个 别介意吧 然后拿出来一个 选一个合适的 把这件事 圆满的解决 带上念佛机 一路的佛号声 给人送点法吧 咱就别整这个了 这个这么做啊 听懂了是吧 很简单 做一下开示 必须要做菜会啊 你就是放在那几天 你都是待业的 越快越好啊 你听我说了 明天就解决这事啊 咱别等后天 多一天 多一天的果报 知道这件事错了 马上行动 断饿 止饿啊 不对了啊 完全的不对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 有事儿吗 来我们道场 问哪 给你访 这个时候啊 我们也跟大家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看大仙儿啊 你问谁 都不一定问得很准确 问我们道场的人啊 应该得了这个法的人 都可以明白这个理 这从今天以后 不光是我一个人懂啊 人人都懂了这个法 有任何一个人 有了这件事 你就可以是老师 你就是他善知识 因为你有了资粮 可以辅助他呀 为什么说老佛爷的法 要变法三千啊 我有秘密 谁都可以给 只要众生授意就好啊 众生解脱就好 所以这个法啊 我是外地居士 家里有些田地 出家僧说 建庙供上山神土地 才能丰收 我就在地的山中 建了一个小庙 请问老师 我该怎么办 感恩老师给你开始 最说 第一呢 我们要说 在家的局势 如果您早一天 能有英国法的教育 我想这一件事啊 你一点也不用问别人 问自己好了 一个土地的能否丰收 不是山神土地说了算 是你的夜阴果报决定的 如果您有业力丛丛 别说土地不丰收吧 做买卖都赔钱啊 业力赶着吧 晕心在主的事件 当年干啥啥点呗 求啥啥不得 它是果报来的 不是山神土地的事 那山神土地要说了算 你供上他你就丰收 你不供上他你就不丰收 他岂不是权力大了 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是这样 佛在地藏经中 有所讲解 那些主灾的 主货的 主财的 他们就不用主了 那归土地管了 划分的不对啊 本身我们居士迷惑呀 再想讲居士事 要从果报上去想 要从自身找问题 你的求啥啥不得 是因为业力的感召 果报的现前 不是土地 也不是山神的事 第二啊 如果你早一天有了资粮 你就不会去找出家人 如果出家人 你要是懂这个理 你也不会盲隐盲倒啊 这叫同累同堕嘛 这不是啊 咱就讲这件事啊 说你让他供上山神土地 但是呢 供的这个人 他并不知道断饿 杀到银王九 他一样不少 我就不相信 你天天供山神 你也不带丰收的 为啥 业力赶着啊 该造谜当务吧 你供谁 你就是供了活佛 他也不阻止业力嘛 你说是不是忙也忙倒啊 这个资粮啊 看来是不光在家 不光出家 人人缺少啊 出家时呢 这叫忙也忙倒 不是这样的 让每一个纵生啊 都能明理觉我 求什么得什么 为啥为心不造恶吧 心去觉我 本性去改造 你说他忙不丰收吗 风调雨顺啊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所以 这种说法 就一大仙干的 我不知道这位出家人 他是不是一大仙 摇身一变 进了寺院啊 给你指那条路 就大仙告诉你的 大仙就好这么说 你一说有病了 就说 你奶奶来了 你爷爷来了 再不你丈夫来了 再不你姥爷来了 他就不知道 是夜阴果报这事 再不就山神的事 再不就土地的事 你咋不问我呢 你夜阴果报的事啊 你造业得果了 求啥不得了 简单 所以说 有资粮和没资粮 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出家人啊 你应该好好的忏悔啊 你给众生一念的忙也忙倒 相隔千里 说你怎么倒他都迷糊 他不到为啥他不得 你看 那哪是土地的事啊 哎呀 同累同堕呀 不得了啊 他也说说出家人啊 既然您没有度化众生这种资粮 您一定不要讲 因为啊 特别是在寺院里头做的出家人 你们穿的是如来的袈裟 你们做的应该是度化十方的事 你们讲的应该是佛说呀 稍有差时你就待业深重啊 这一念的忙倒差得太远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也希望出家的人 你们能真正的去理解佛法 能解如来真意实意 然后呢 正倒正隐啊 你可便忙也忙倒 那带多少业呀 再一个劝化我们居士 好好储备你的资粮 便有啥事咱都去问别人 问自己行不行 我们一百多小时的法 就是交给众生 万事问自己 你不懂没关系 教你懂 你不会我教你会呀 就是讲的这些法 如果早一天能看到我的 讲的这种法 这个句是你自然就知道 拆毁业障 断除你五欲的贪婪 消减 你看你求啥得啥呀 说你求啥得 老师地理能涨黄金吗 那也说不准 因为啥 你今年种这个东西呀 它就行情就好 每年它就卖五毛钱一斤 因为你今年种 它变成一块钱一斤了 那你说这地理涨不涨黄金呢 涨不涨都是你决定的 不是别人决定的 你善愿地感召 它就涨黄金吧 那你恶愿赶着 他求啥 他就不得吧 他就不涨黄金 确实这样啊 所以我们居士啊 一定要长智慧 啥你也别问别人 问你自己好了 但是这一件事啊 我们总需要来解决 听好啊 提问题的居士 第一啊 你要拆毁业障 拆毁你的迷惑颠倒 拆毁你的邪知邪见 你谁都信 你为啥不信佛说呢 佛没这么教啊 说老师很重要啊 教什么不教什么 是吧 然后啊 跟山神土地得说 对不起啊 我不该这么做 这个小庙啊 我现在就猜了 过去我的邪知邪见 做了这件事 现在因我一念的忏悔啊 愿我们恶缘转善 我就把这小庙拆他吧 应该这么做 抓紧时间啊 别放着 再说呀 你说呀 要人别人孙子快走 看这个邻居们种地里 你不得吓着人家 你们家种的好好的地 中间还除了庙了呢 咱们还有爱风水的吧 也有爱风水 你看你那整个 啥子不伦不类的 都吓人呐 赶紧猜了 按我说的做 丝毫不能错 猜回也让 忙也忙倒啊 可不得了啊 得告诉我这 尊敬的老师你好 首先我非常感恩师父老师 感恩来此道场的纵位大德居士 随起赵老师红法立生的功德 随起建立道场发新的众多居士 看看真会修行 对呀 随起功德 你无二无别的功德呀 哎 最条我愿意念 为啥呢 因为你瞬间就无量无边功德了呗 有了资量了 我现在有一件事非常困惑 请老师开始 我现在每天晚上总做梦 梦中梦见很多的人 有认识的不认识的 做的梦也不害怕 也不恐怖 就和现实生活中一样 这是怎么一回事 做梦和梦中的梦 做梦和梦境中的事 和学佛有联系吗 人做梦是怎么回事 是我业力现前 来饶我清静吗 是佛菩萨的在考验我吗 因为我梦见的 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 谢谢老师 其实啊 梦境中有些是真实的 有很多 但是呢 你不要在梦境中去见好了 说你常常的做梦 这个从这上看呢 应该是业力 真正一个修了清静的人 已经消减业障的人 是很少很少做梦的 睡眠也特别好 整个状态都非常好 说这么多梦境 一定是业力不散 阴曹的业力不散 这个局势啊 还要好好的看光碟 随碟去忏悔 一定是你忏悔的不够 还有好多业力没有消减 应该是这样 这时候怎么办呢 清静散之是吧 业力 还有太多的业障没有消减 对这个条子啊 再给大家讲 像这样的局势 尽量多看光碟 然后好好研磨 那一百多盘光碟里边都讲了什么 都是教给大家 认识自我 了解自我 解脱自我的法宝 没有受用啊 这么多梦境 一定是很重的业力赶着啊 有很多局势说 川海青 右侧的扣是 记 是记带还是记扣 如何记如法 哎呀 局势啊 咋记都如法呀 就不记不如法 记扣没有分别啊 有的局势是这样说 说 参加送往生的时候啊 就得记扣 在家听法的时候 就得记带 这记性不好的 他就矛盾 你要问我呀 我就告诉你 随缘记就自在 你摸着扣咱就记扣 你摸着带咱就记带 怎么记都好啊 哎不挂意这件事啊 这件事 这么点小事 是不是我们也忧劳呢 不管这个啊 一切是无有效的 你的心自在 你就自在了 扣跟和带是一样的啊 没有分别 大仙送出去后 在家诵经 还用请仙 给他们做开示吗 不用啊 送走了 仙众以后呢 你统一做 大工匠 按我们的 工请文 进行工匠 你要平等 慈悲 一切众生 说哎呀 我虽然送走了 我还得提醒 他们回来听经文法呀 你干啥 你怕他不回来呀 是不是啊 不能这么想啊 他走了 他就走了 他回到了 他自己的空间 去修行了 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我 我在工请的时候 我是大悲心 慈悲一切众生 听经文法 你这样想 很清静的一颗心 要无有挂碍 这时候啊 我们还讲 送盘口的人 你一定要看着光碟 再送啊 不然的话 你自己都不明理 你再做颠倒了 别跟我们有的 居士说了 我们上节讲了 是吧 说哎呀 我送走以后 我家这仙不干 我又闹腾 完了又立上了 接着五大仙 颠不颠倒啊你呀 告你永结沉沦 护法打你 没商量 这么好的法给你 要清静你 要还原了你的本体 你都不愿意 害五仙 给你整走了 你再整回家 告你啊 罪大恶极 不是吓唬你啊 真的 送走了 让你清静你的身心 多好点事 清静这五作恶事 人人都不五仙 都不共仙 世间要少多少灾难呢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大家清楚的可以看到 仙给人们带来的果报 带来的灾难 不可估计 不可计量应该是 没法算计 这么说大家不理解啊 我们从头到尾 数一数 烧剃身的 烧大宝的 烧烧纸的 破关的 写服的 打表的 有爱的有行 有爱的无行 呃 贷货了金钱 浪费了资源 这些做罪恶的事 都大仙够了 你看 斜贱嘛 这么多斜贱的事啊 出自于大仙 我们再见大仙 我们是不是得得着呀 我们还不得着呢 看了五个 这五个神通不大 我得找那第六个 神通大的 说谁神通大 能帮我呀 迷过了不是 谁神通大 你说吧 释迦摩尼神通大 没了咋能法的 说你神通大 盖啥你不造就没有呗 整迷过了 谁神通大 你都不知道 我就教给你有两个 神通大的仙啊 一个是你 一个是佛呀 你一定不是别人 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所以啊 我们还是 生生召唤这些迷惑纵生 你可不能这么干啊 在我们道场啊 这么发心 为十方祝愿 你慈悲慈悲 我们行不行 咱们送走那仙 你别再召唤了啊 同事们 你们歇歇吧 也累了 不行啊 准确答复你 赵老师 你好 我有一事 非常困惑 有位居士 有位居士告诉我 送完地藏经后 加送地藏心咒 等于送很多部地藏经 这种说法 对吗 放 还说放生时 把弥陀心咒 把弥陀心咒 洒在江中 意思好像是说 余慧得解脱 这种做法 对吗 如法吗 请老师 慈悲开示 哎呀 其实啊 不是这样 啊 因为地藏经啊 你只念咒 你不能明理呀 我们说一个世间人 看得见的事 一个看地藏经的人 一个念咒的人 我想谁能觉我 一定是看经人觉我 念咒人不觉我 为啥 他不知道为什么 念得稀里糊涂 天天念 反正就知道好 到底怎么好 能不能把你的心 念得明心见性 念得你诸恶不作 念得你纵善奉情啊 不容易啊 你光念咒 不能明理啊 唯有看佛经 研磨佛经 反复的学习 串息 领受 你才真觉我 不能这么做啊 那你说 一部地藏经 地藏咒 就等于多少部地藏经 那意思就说 我们平时就不用念了吧 不可能啊 因为看念地藏经 看地藏经 都是不一样啊 在念的时候 念 念过的时候 要看 好好解误 佛讲地狱果报 因为你知道 地狱果报的时候 千生万死的 地狱果报 在这时候啊 你是不是要知苦乐法呀 因为你理解了 佛说 造恶就有果报 这时候你会不造的 但是一个念咒的人 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像我们说 这个忙修忙炼的 这群人啊 就导人沉沦这些人 他们不看经 媚介如来真实义 肯定地狱等着他 我们修行人啊 不能这么念 第一 第二 佛四十九年 讲的三章十二步 如果一个咒语就能代替 佛何必要讲那么多呢 说你讲了地藏经 讲了类构呛 就几句咒语就代替了 那佛就拿咒语 就不拿地藏经的 不能这么用啊 一定要学习地藏经 不光是念的问题 我不希望大家念咒 那有的一句说 那念咒图一省事 我告诉你啊 不出轮回啊 为啥你光图一省事了吧 第一是你没觉我 第二是无形没听明白 这地藏咒是啥玩意啊 你看吧 这哪能行的 不行啊 说把咒撒在江里头 鱼也会受益 不可能吧 如果鱼要是 你写个咒 咒撒里头鱼就受益的话 就不用你写了 法身的佛福子 早就夹拾开了 它能不能解脱 还是业力感召啊 说我们为所有的众生祝缘 不是这么祝的 咱们说佛吧 别我们说了 佛讲法的时候啊 都是各道的众生都在听 我们看地藏经都知道 别说大的 说法华经 所有的经都是一样 龙的天 龙 鬼神 人非人 都听佛讲法 那当初 如果这样管用的话 佛就不用给他们讲 佛就写了证 就可山匹 那佛那么大神通 什么山里 水里 草木丛林 那就蹦呗 那多省事啊 不用讲了 佛法不是这样用的啊 哎不对啊 你要问我 我告诉你 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说拿个咒 扔水里就冲跑了 鱼就受益了 有佛呢 法身的佛做这件事 别别整了 不要借鉴这种 咒的问题 还跟大家说 真正想要有法 必须要参佛经 咒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念的哪门子呀 你念十年咒的人 和修看一年经书的人 我讲 看一年经书的人 非常觉悟 念十年咒的人 闭眼睛念 就像我们有的人说了 那念咒 还杀生 还持肉 那你念咒干啥呀 佛让你杀的那意思 你念咒可以杀吗 再说呀 我们道场的护法们 在你们弘扬佛法的时候 不能劝化众生念咒 我们道场不宣传咒啊 告诉众生 觉悟要看经书 不能看是他的普得因缘 实在不能看经书的人 你在杠的念咒啊 说你经书不能看 又不识字 眼神又不好 那怎么办 那你就念咒吧 我们不能拿那咒 给谁都念啊 这可不行 因为你年轻有文化 你要是光念咒的话 太耽误你修行 年长的行 为啥 我也不会看书 我啥也不会 念点就念点了 咱还得这么跟大家说 任人而易啊 心理障碍如何忏悔 用医学上讲的 叫强迫症 是吧 这个心理障碍啊 要忏悔 必须要忏悔罪业啊 因为有了强迫症 也是一种病 这种病呢 应该不是一世的业力感召啊 这种病将来就是一精神病 强迫症啊 就一精神病 这时候啊 提条子的这个患者 你应该有纵生在浮体 强迫你做什么 你好好拆毁 不知道怎么颤呢 看光碟呀 对号入座讲 都对完了之后 再来到我们咨询处进行咨询 因为这个业障是很深重的 他不是一世拥有的业障 现在的强迫症 将来的精神病 为了强迫你做什么 被外力所支配了你 时间长以后就是冤亲在主的入铁 精神病就这么来的 希望提条子的局势 要勤识 要及时请教散知识 而且要看光碟拆毁 不然的话不行啊 你这个难以离苦啊 都强迫症很严重了 谁提的 找人开事吧啊 炸老师你好 看了你的碟子以后 觉得自己以前所做的事 都是迷惑颠倒 最让我内疚的是 我还介绍僧人给朋友 僧人管朋友要手机 要钱 最让我不理解的是 前段时间给朋友打电话 朋友告诉我说 那个僧人因为赌博 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那个僧人还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朋友经多方的托朋友 把在看守所住了五天的 那个僧人接出来了 老师我非常的内疚 第一对不起朋友 第二误导了朋友 第三 朋友供养那个僧人的钱 他除去造业 朋友也随起了他的业 我很困惑 请老师开始 哎呀 同志们啊 非常不错 你能列出一二三的错呀 看来这个法你受益了 你已经知道你错了 你错的太大了 这时候啊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如理如法 供养出家人 衣食 住 包括药都可以 就是不能供养钱啊 你看我讲的事 总有人出来论证一下 你看他现在 介绍 对呀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讲一讲 忙瘾 忙度的人 我看你 我看你是不是罪业深重 你给他介绍了 这个出家人 你说 他穿了如来的衣服啊 他最那做那 罪恶的事 这不叫邪见 这叫罪恶呀 没有表好这个法 这叫出卖如来呀 你说你佛弟子这么做 多害人呐 说 你现在感到很内疚 内疚不够啊 居士 惭愧吧 你一念的忙瘾忙到 让出家人造业呀 让修行人走了弯落 还要手机 供养他的钱 他去打麻将了 所以我们先起呀 讲了一些 不做金钱的供养 我们有的居士造口业 说老师说的不对 人说供养一个僧 也相当于供养多少阿罗汉 如何如何 供养多少凡夫 那这种僧你供的干啥呀 你要不供啊 他不下地狱 就因为你的供 他下了地狱了 你说咋供咋不供啊 我们研究好了吧 你研究不好 你可是代业深重 如果他没有钱 他怎么会参加赌博呀 你说一个出家人赌博 让公安局给蹲了五天 哎呀 是不是太可耻了 太可耻了 真是啊 你跟谁都不能交代 供养你的 跟佛菩萨 我这条我不太会讲 我咋讲呢 你说 我怎么讲这出家人好啊 就一件事 罪恶累累了 哎呀 所以我们说呀 居士们的供养 一定要如法 没说不让你供养出出家人 你供养的不带业 供养他真正的修行 那你就供养 说这种供养一定是同类同舵呀 说朋友也随起他造业吗 当然啦 你看你这朋友啊 说你给他钱就是造业 因为他有了钱才去赌嘛 第一个造业了 第一个造业了 不该给他钱 也就是说他的舵 你就是那桥梁 你就是罪恶那扭带呀 你确实做了 第二 他进了看守所 你这个朋友又找人 是不是我以为世间法呀 触犯法律就要制裁呀 世间人都知道 法律面前人一人平等啊 我们出家人拿着十方众生的供养 去赌博 最后进了监狱呀 我们居士还得去拿走人情 给他挖出来 都得下去吧 你说谁能剩下 谁错了 确实居士你说的对呀 错的根源就是你 你没有资量 忙也忙倒吧 你给他好好颤吧你啊 你要颤清了 这个业可不能休啊 罪业多大吧 你说吧 所以我们说 现在的出家人都掐着手机呀 我说多呀 居士就说我诽谤三宝 你说我说的少吧 这问题讲不透 我也不会说 大家说这事我应该怎么讲 太罪业深重啊 无间地狱等着你呢 出家人哪 你一定要知道 十方众生的一分钱 都胜如虚迷呀 你说这时候你出家干啥呀 你就莫不如在家造恶呀 那个什么入三图吧 你出家造业呀 无间哪 我有出击呀 那咱就在家造别出家造行不 咱们也商量商量 管不住自己的出家的人啊 看不好你的新的出家人啊 咱们做家看吧 咱别上别出去了 别坏佛罪正法 别让众生同累同堕呀 这种果报真的不可思议呀 所以我们说呀 末法的修行人 是不是要长智慧呢 要学会变财呀 来变善变恶 善变法界呀 一个人的错 多少人的水洗呀 你看看 这句是已经认识到了 是不是 我也希望啊 这个法 能让更多的人去觉悟 特别是那些颠倒的修行门呐 你们跑庙跑多的 供养供多的 攀缘着象的 我执我见的 你醒了吧你啊 你这种供养 我看你下不下地狱 你应该得说了 谁愿你们愿意着象啊 你们愿意攀这缘吗 不是啊 这一 这一母 这不像众生下地狱 那不哪是佛弟子啊 哎呀 真是啊 景中长明啊 愿修行人啊 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 怎么样修己啊 怎么样度人呢 我们再说 去做供养的人 都不知道你以什么心去供养 你是不是以功德心供养 以攀缘心供养 以着象心供养 最后要讲个真事啊 我去外地 去供养 我在临走的时候啊 就有一位男众 就上这个道场里去了 说听说 来了讲课的法师 我过来看一看 正好呢 我边上有一位出家的师傅 我们俩都在炕上坐 都说我过来看一看 进屋以后 二方会说 就给这出家人顶礼 帮帮就跪地磕洒头 有三十多岁一个男众 这位出家师傅 他是真修的人 他一下就起来了 马上他就跪那块和掌 阿弥陀佛 你给佛渴了 然后我也没有知识 他就渴 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渴 渴完之后啊 这个出家人就乐了 跟他说 居士啊 你渴错了 真正的老师在这呢 他比过我一样 反正这个居士不明 不明为 愣不愣 瞅瞅我 瞅瞅师傅 然后师傅说 你看 这就是你着相的果报啊 出家人明白了 告诉他 这是你着相的果报啊 真正有法的人 是最老实 不是我 所以说啊 这时候确实也是一种法 也告诉了众生 着相的果报 真是啊 其实这位出家师傅 说的对 你在相上见 因为相上没有法 你看 他给僧人一顿刻 那僧人起来 连说带笑的 就告诉他 你看 着相了 不是 你给我刻什么呀 我没有法 虽然我出家 真正的老师在这呢 后来的小伙 挺不好意思 我就乐了 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说那样 居士 因为法很大 我无从讲解 您看光点吧 所以啊 这个时候 有明理的 有不明理的 有见像的 有不见像的 这个师傅 也给他做了法师 着相我说的 为啥呢 这是末法众生 普遍存在的现象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有那么多僧人 他们堕了地狱呢 因为我们着相 他们才嫁去的 因为我们攀缘 他们才嫁去的 能不能知道啊 我这次出去啊 见到一个出家的师父 他说 老师啊 我看了你的光碟 我就出来弘扬 我们说 这个法谁能接受 对真修的人才能接受 不是在家出家 作为出家人 拿起我奖的光碟 在弘扬 在末法比较难得了 说真的 能看得出 他是一真修行的人啊 他说 一切法 无有效 我看了老师 讲的叠 我特别受益 这就是末法众生 急需寻找的宝贝 真觉悟啊 我认为他是一个明里的人 他说的对 有那么多的人 偏要围着这个出家人转 出家师父说 我没有法 老师 我真的没有 说我弘扬你的法 我认为这个法能救度苦难呢 我真发心想救众生 但是我没有这资料 说的真实在 哎 但是人家说呀 有的人他不说呀 他没法他也不说呀 居士就使劲那供养 以为他有法 你说是不是忙瘾忙度呢 最后同类同度呀 真是这样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那呀 如果您要有机会呢 来我们道场 给你一段时间 为您住个园 干啥 帮他了业的 所以说从每一个法中 都能见到 末法纵生的迷惑 颠倒 人们在徘徊 在寻找啊 到处都看得见 要什么呀 人家知道要法宝 我要回家呀 人家没想 这衣服咋回事啊 所以我们说 这条子提的 谁修 谁不修 你说你们要建的 这样的人去供养 我看你下不下去 我看这出家人 他下不下去 每个不下去 如果你要不给他钱 每天买点米 给他送寺院去 我看他上哪赌去 他囊中羞涩呀 两手钻空拳 我看他搁什么赌 排场上无父子 你出家人赌 不要钱的那意思 是不是啊 我们要知道啊 人们怎么造了地狱呀 我们怎么样修解 怎么样利于别人啊 说 不攀缘 不着相啊 你的着相与攀缘 必然是果报 必不可少啊 果报可不分人啊 说给你不给他 告诉你 就跟我们世间的法律 是一样的 世间的法律啊 也没有说 这个国家领导 犯错误 不蹲监狱 过去的时候 人们也知道 说王子犯法 与民同罪啊 我们出世间法 也是一样 谁触犯了世出世间的法 余虑的果报 毫不客气 不是因为你穿了如来的袈裟 你坐那赌场上 啥的 你不得果子 它可不是一张护身符啊 它是一个表法的相 你表坏的 像我们有一天 见到那张报纸似的 出家人炒谷去了 这个报纸的 就是发行的 有太多人见到了 出家人出现在股票大厅啊 那新闻记者 就给你拍上了 然后就发不出来了 你说你背又悲哀呀 出家人呢 你的出家 你是不是四大节空啊 你的金钱 是不是十方的供养啊 你竟然穿着如来的袈裟 出现在股票大厅啊 你不是赌博吗 谁干的 我就不信 供养他金钱的人 也不待业 我就不相信 出家的诗 你不下地狱啊 啥叫出家 都不知道 是不是修几度人啊 你让人世出世间 都没法理解呀 佛法都不能弘扬啊 众生还能解脱了吗 你拿十方众生的供养 炒谷票 你说吧 我看你跟谁能交代 地狱大门都开好了 等你往下下来 同事们 所以啊 这时候咋修啊 我们是居室怎么修 我们出家人 你怎么修 是不是修 你不修咱就得家带 行哦 上这上来啊 如果没有众生的 攀缘着相的这种供养 出家人哪来那么多钱 因为啥不挣钱呢 天生不掉钱呢 地下不涨钱呢 大风不吹钱呢 出家人手里的钱 哪里来的 同志们 罪恶纵生啊 求功德 求福报 攀缘着相 供养出来的罪恶金钱 让他们继续造恶 我看谁得果 谁不得果 同磊同舵 剩谁不剩谁呀 再告诉大家 谁做了这种事 你好好忏悔一下 如果你们少少一分金钱的供养啊 出家人就少被一分因果 供养的什么都行 别给他钱呢 这是罪恶的金钱 我们凡夫众生 无始节轮回 都是因为这个字呗 钱呢 因为贪钱 而造业 因为造业 而轮回呀 你拿这个钱 又上寺院里起来 你说 事出事件 都没净土 谁造业了 颤颈好 给王者烧楼房 烧洗衣机 电视机 手机 小姐 王者能收到吗 请老师开始 这个条子啊 也提的非常不错 这也是我们默法纵生啊 极其邪贱的一个问题 人人需要借鉴的一个问题啊 能收到吗 我就实话告诉你 不能 为什么呀 咱们说啊 所有的王者 没有多少人不下地狱的 用佛的话说 严一夫提纵生 起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恶 无是结的沉沦啊 你说你都下了地狱了 到了要么 拔舌地狱 什么火枪地狱 火蛇地狱 火狗地狱 什么更离地狱 地狱你都走不过来呢 哪有时间 拿洗衣机啊 这谁发明的 哪有时间看电视啊 哪有时间打手机啊 哪有时间找消息啊 哎呦 哎呦 我天 这都讲不教会了 你说 哎呀 莫法纵生啊 太迷惑颠倒 为什么说 没有佛法的人哪 难以处理呀 我们活着的时候就颠倒 王者去世的你还迷惑 你说怎么 怎么出这轮回呀 所有到地狱的人 千生百死啊 万死万生啊 多少劫都除不来这地狱 为啥 正业力的赶招 他没有时间整这个 但是干啥呢 你烧了这么些是吧 你的王者得背着 这可是真的 你给你家王人烧的 那小鬼得划了划 都撇给你 你们家这些罪恶的人 给你烧的 你背着好了 他得这项事的 说你能用吗 不能用啊 没有的事啊 地狱 因为佛已经告诉我们了 地藏经中写的多清楚啊 受什么什么报 他受报都来不及呀 他哪有时间拿这个呀 他不能拿不算呢 怎么办呢 他得背着 那王者得天天 周年我们家这些人 我造恶颠倒 下地狱 他们迷惑颠倒 还给我烧 我苦难都来不及了 他又整这些东西 让我背着 看姐姐 谢谢你 谢谢大家